在金融市議會議長 同志偉等人陪同下 民進黨秘書長 尼又昌虔誠地向土地公上香 隨後並到仁愛市場 品嘗小吃 沿路獲得攤商民眾 熱情歡迎 對於外界點名 他是接任交通部長的 核氏人選 尼又昌回應表示 這想太多了 他現在的身份是民進黨秘書長 不管擔任什麼職務 他就是把工作做好 其他不做他想 也不會有這樣的思考 我想這也想太多了 我現在的工作跟身份 是民進黨秘書長 那我不管擔任 什麼樣的一個職務 過去擔任金融市長 我就是好好把金融市長的 身份角色扮演好 把工作做好 帶給金融市民光榮 帶給金融進步 那擔任內政部長 我把內政部長的工作 把它做好 那至於其他的不多作想 我想也不會有這樣的一個思考 目前正在全國各地推動青年營活動的 林又昌也有感而發的強調 政黨的理想才是吸引年輕人的主因 也是政黨的品牌價值 民進黨會繼續擴大與社會各階層的對話 讓社會大眾能持續信奈民進黨 民進黨是一個已經執政第二次的一個政黨 那連續執政 但是民進黨不可以也不能老化僵化跟退化 那所以我們非常需要更多有志的一個青年 來加入民進黨的一個行列 然後在各個領域能夠更加的一個深入的一個根源 那從各項的一個民意調查看起來 民進黨是最能夠守護台灣主權顧本土的一個政黨 民進黨也是現在最有執政能力的一個政黨 民進黨也是現在最青年的一個政黨 所以我想價值跟我們的理想 就是吸引年輕人的一個最重要的主因 那也是一個政黨的一個品牌 那我們會繼續的擴大跟社會的各階層的對話 那另外也讓社會各階層知道 民進黨政府到底在為國為民在做哪些事情 那所以在之前所謂的反濫權不民主的一個行動 也讓全國民眾知道說 在國會裡面執政的國民黨跟民眾黨是怎麼樣亂搞 那真正的守護台灣 然後維護國家的一個體制 跟這個憲政的運作 是這個民進黨 我想這個都是我們用一個成熟 然後有理念有價值的一種立場跟態度 更重要的是有施政執政的一個能力 來展現政黨的一個價值 我也會吃過很多其他一些食物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因為基隆也不纏米 可是基隆的米苔木 還有基隆的米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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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在全台灣非常有特色 開心的介紹基隆的米苔木 牛昌也預告 8月22號即將送行政院院會的總預算案 將會有非常多的亮點政策 請國人拭目以待 民進黨在中央最重要的現在就是 把在立法院 在行政院裡面的法案 還有包括總預算 各項福國立民的一個政策 然後這個能夠持續的往前推動 所以大家最近可以看得到 中文泰院長我們施政的總報告 還有包括總預算 最近會推出來 我想裡面有非常多亮點的一個政策 我們值得來進一步來看 這個行政院所推出的亮點的一個政策 我相信大家會有感 記者張祈騰 金融報導